今天我們準備了一隻三黃雞 三黃雞皮下脂肪夠厚 它夠多夠肥 炸出來的雞皮才夠脆 但只可以用三黃雞 還是其他雞也可以呢 龍肝雞也可以 但是選一隻比較肥一點的 雞我們買回來洗乾淨 我們要做運動 讓它出來的雞形會比較漂亮 拿著頸子搓一搓 將它兩邊按一下 按一下鬆一下就可以了 醃雞我們有三種材料 首先把香菇粉放進去 然後鹽 然後山姜粉 拌好之後 裡面的雞籠就是這樣 我們要放約半匙匙 放進去 搓出雞籠 盡量不要在外面的雞皮上 如果它有鹹分 皮就不會鬆脆 首先在雞翼下面 全部捉進去 要捉穿它 另外一邊 又是雞翼的位置 捉進去 整隻雞就呈起了 雞就釣好了 是不是現在和它沖過熱水量呢 沒錯 不要拌太熟 大約每邊拌它兩下 看到嗎 它全部已經是不同顏色 是的 這個步驟我們叫做鹵皮 接著我們下個步驟 就是上皮 是 上皮水有三種材料 水要600克 大紅節醋就是250克 麥芽糖就要80克 大家都差不多用完了 是 這個皮需要上幾層嗎 一層就行了 但是做一個小秘技 是 是 稍後告訴你 現在天氣這麼乾燥 大約四個小時 它就會完全乾燥 雞黃了很多 它風乾了 而且裡面的水分也會揮發 你可以摸一下雞身是乾的 對 如果黏黏黏 就代表它還沒風乾夠 好,雞已經風乾了 剛才你說有一個小巧妙 要怎樣做呢 小巧妙的技巧就是 它風乾完之後 放這個 就是用它的蛋白 再掃多一次在它的表面上 令它更加脆更加香 事不宜遲 快點掃 炸之前我們要做一點點動作 我們頭要先削它出來 再留意這裡 它的胸位 我們炸的時候 要兩邊的油要進去 否則 這裡封實了 胸就很難熟了 還有沒有肥膏阻礙它 那你現在在這個火要浸多久呢 這個大約是中慢火 油溫大約150至160度 我們首先先浸胸向底 因為風比較厚 但熟一點 我們先浸胸向底 如果油溫太低 熱放下去 皮的糖會溶掉 然後它就不會脆了 現在有一點氣泡出來 就可以拿得住 糖就會脆了 現在大約炸了分半小時 去另一邊 小心油 拿起來 讓它先出油 是 你看剛才好像很黃 突然開始淡了 淡了 代表它上皮水發揮了功效 開始硬 而且開始令裡面熟了 現在差不多 我再翻一下它 好像很滑滑 氣泡開始多了 代表它的水分 裡面的雞肉開始膨脹 水分開始出來 你看見皮下下面 開始有一點氣泡上來 代表它都差不多開始熟了 而且我們看炸雞 或者看雞熟不熟 我們要看大腿根 開始縮 就是代表雞肉開始熟了 我們再翻多一次 大約差不多七至八成熟 炸在這邊再炸一次 大概分半小時差不多了 就可以做另一個步驟 叫做腸皮 現在雞大約有七至八成熟 拿出來 放在二十分鐘左右 讓它不要那麼紅 和飄那麼多血水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二十分鐘後 再做腸皮 現在已經是腸皮的階段了 沒錯 腸皮階段 油溫要多大 比剛才的浸雞還要高一點 大約180度 然後隔多久 現在慢慢淋 煎到尾巴不夠色 我們就去哪裡 如果淋死一邊 它就比較深色 在旁邊的那邊 炸完後 我們也放了大約五分鐘左右 然後開炸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試試些油溫 我們就炸蝦片 炸蝦片的油溫 大約是180度至200度左右 如果不知道怎樣 炸完雞之後 最好就是麥末會乾淨一點 現在可以拿一塊蝦片灑下去試一下 立即炸 開了蝦片炸到它沒有氣泡 就可以了